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1月12号 现在是下午的2点39分 今天也是收周K线的日子 今天的这个大盘 当然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这个控盘控的非常的凶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 有人会说这是人工盘 但是其实台股天天都是人工盘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看这些大人他所控盘的方向 这是我们决定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方向的 一个重要的准则 我们到底要做多还是要做控 今天3008的大立崩 成为全市长的焦点 亮灯涨停 昨天还收盘收最低 收最低 创新低 结果今天亮灯涨停 我相信全市场的分析师 应该没有人预料到 今天大立光会涨停 当然包含阿翔老师也没有预料到 但是呢 因为毕竟在昨天的法术会 大立光谈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 历史新高去年 EPS 今年一月二月 营收会继续下滑 因为一月是传统淡季 二月是农历天数减少 而且还是淡季 然后结果今天股价亮灯涨停 大立光可以说是一个神救援 也算是神一般的队友 我们说不要有猪队友做同伴 还好 今天这个大立光不是猪队友 今天大立光前阵子有可能算是猪队友 因为前阵子一直拖累电子骨 今天大立光算是一个神救援 这个cover得非常好 那大立光的这个亮灯涨停 它等于算是一个跌身反弹 初步的一个漂亮指标炫耗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说 它有两个意义 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 大人不想让指数这么快下来 大立光的这样子的状况 又或者是说大人不想让指数下来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到昨天为止 它还是处于一个长多要回党的这样子的格局 那今天大立光因为神救援把他拉上了去 拉上去之后 但是今天是亮说1266亿 长了73点 这根KK 差不多这根 收在这根KK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附近 那大立光带出来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了 大人不想让指数下来 这是第一个概念的意义 这就构成我们的方向还是对的 本来就是要押回找买点 要是做多嘛 本来就是做多 而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是在于说 大立光的神救援之后 哇 很多的电子鼓回神了 2383的台光电 落了这么久了 回神过来 对不对 再来 哇 尤达 回神过来 看到尤达群创这样回神过来 你意会不到什么吗 各位所有好朋友 这是大型全子鼓 大型电子全子鼓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跟大立光 其实是同样的概念上的意义 大人不想让指数下来 那大人因为他钱多 他高兴想怎么控就怎么控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方向是多 这没有错 但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是什么 选股还是重点 你现阶段的选股 筹码才是最重要 为什么筹码还是最重要的 各位所有好朋友啊 大立光 法术会展望不佳 股价隔天涨停 2317红海 12月历史营收创了新高 令人非常的惊艳 而且股价 还是这个样子 法术会12月展望不佳的 大立光今天涨停 然后红海 昨天营收创造漂亮的数字 哇这有史以来 最漂亮的这样子的数字 情况之下 那股价这样子疲弱不振 所以现阶段最重要的 关键重点是什么 还是在筹码 还是在筹码 各位所有好朋友 筹码产业筹码产业 筹码看的是短线 产业看的是中长线 筹码现阶段是非常 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盘面很重 我举两档个股为案例 这两档个股都是过去阿翔老师 在节目上面直接公开跟你讲 他的方向一个是做多一个是要干 请各位叫你赶快卖出的股票 3105的文贸 看阿翔老师节目的所有好朋友 我相信你都有听下去 先前在310几块钱的时候 阿翔老师说它是天上的星星 不如地上的黄金 我先前也说过 并不是不看好3D感测 但是股价来到这个位置 筹码已经逐渐凌乱 业绩跟不上股价的一家公司 题材又非常的热 人人都想买的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那时候要去买它 这是那时候12月多的时候 阿翔老师在节目上面 直接公开告诉各位 全市场一堆分析是在喊的时候 我们告诉各位这不能买 从310几块跌到250几块 因为阿翔老师看了是手码 所以他会领先 那时候我叫各位买的是什么 零件 那时候有多少好朋友看了节目说 这个老师神经病 3D感测叫人家不要去买 叫人家去买银件 这老师跟主力配合 你叫人家去买3D感测 才叫人家跟主力外资配合 不是这样吧 来我们来看 当初我们叫各位买什么 你去回过头 来去看12月份多的节目就知道 不是阿翔老师在臭屁 而是我们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看的是筹码 所以你事后回过头 半个月一个月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阿翔老师是对的 不然11月份一整个月 我不会叫你买飞电机股 来当初我们叫各位买了2520的贯德 18块5涨到今天还在涨 18块5涨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18块5涨到今天变成有很多老师在讲 今天涨到22块8 当初18块多的时候 阿翔老师在节目上面公开告诉你 贯德可以买的时候 天上的星星不如地上的黄金 天上的星星当初讲的是纹帽 地上的黄金讲的是银剑骨 现在半个月回过头来看 贯德整个拉了上去 后面我们又做了长红 也整个拉了上去 那3105的文贸就是这样下来 刚刚以上所陈述的这些分析 你去看过去12月份多的时候的节目 你都可以看得到 看阿翔老师的light你也可以看得到 就像最近这两天在墙的水之源 这支股票忽然有人在讲了 8936的国统 这支股票也忽然有人有了 8473的山林水 这支股票也忽然有人说他有了 这个什么 终于啊 也是水之源的 各位说好朋友来 你也忽然有人说他有了 来说好朋友 请你把阿翔老师的light打开来 阿翔老师的light的报告写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你把阿翔老师的light打开来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12月27号 12月27号 12月27号的11点40分 我说地上爬的传产 开始长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谈到了 资金移转的主因 来自突如其来的中国政策 昆山政府的先无力 而在这区块当中 有市党股票要特别流行跟留意 包含了我们上面所写到了 8383的签负 8936的国统 1535的中雨 跟8473的山林水 12月27号 light的报告 那篇文章 也是阿翔老师 这个看在我们这个理财周刊的这个报告上面的 这个适当股票 三林水 中雨 三林水 8936国统 8383的签负 12月27号 我们来看 这12月27号出报告 light上面的位置 这是签负 8936 这个位置 再有8473 山林水 这个位置 你可以都看到都没有变 1535中雨 这个位置 感谢 有些专家也帮忙认同了阿翔老师在当初的看法 也感谢帮忙会员朋友去做抬交的动作 所以 这个水资源的政策并不是昨天阿翔老师才在节目上讲 因为事前我们早就已经先出了报告 并且锁定在上车的标的当中 那当然这其中当中 这四档股票当中 业绩最稳定成长的是在8383的潜伏 也是法人买最多的一档客 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 你看后面陆续都有人在跟单 但是你看为什么12月27号 我们在节目上面 在light上面就已经公开写出这样子的分析跟报告 然后后面都整个都涨了上来 就像当初为什么5534的长虹 你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阿翔老师带着会员朋友 开始74块多开始上车 74块多76块多78块多81块附近 全部上车一路扎上来 那2515的中工最近稍微有些回答 这个整理姿态还算是整理姿态 我们等它整理完再继续再买回来也OK 但是你会发现 阿翔老师还是再次跟各位强调 筹码产业 筹码产业 叠三的股票要先看筹码 再看产业 先看筹码再看价值 这些概念请投资好朋友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 因为毕竟筹码它本来就会领先 有时候你在技术面 你可能看得看不太出来 原本那个趋势都好好的时候 但是筹码它慢慢的已经出了问题 可能很多好朋友会浑然不值 我举一档个股为例 5392的印华 5392的印华 昨天有很多的好朋友 因为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在办一个活动 阿翔老师会亲自帮投资好朋友 登记好的投资好朋友 或者是来电的好朋友去查筹码 我发现好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询问的股票 手上都有的股票 印华是其中一档 文贸是其中一档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被动元件 这是3026的和尚堂 昨天亮灯涨停 阿翔老师涨多压位很正常 好那我来带各位看 这是2456吉利新 这是2327国具 你感受到什么没有 过去 阿翔老师收看阿翔老师节目的朋友 你都很清楚 我们对于一些涨太高的股票 很多人很想要继续把它炒作的股票 我们往往会提醒投资好朋友 在这个位置不要乱追他 因为我希望您看阿翔老师的节目是能够真正赚得到钱 不管您是不是会员 因为我希望你今天加入阿翔老师的Lite 我能够保护到各位 所以在先前大家都在很热3D感测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全新文帽红杰科 那时候在高档的时候 我一直特别提醒各位 文帽已经不能再做了 那时候在310几块钱 现在只剩下250几块钱 那时候我请各位跑去做银剑股 当中还点名了2520贯德 请各位知道 请各位去买 我相信当初看到那一集节目的好朋友 之后我相信可能也不会再看 为什么 因为他会说这个老师神经病 3D感测这么好 房地产景气这么差 为什么要叫人家去卖出文帽 跑去买贯德 事后证明谁是对的 筹码神是对的 不是我是对的 是筹码是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过去做了这样子的提醒 其实提醒了非常多事 当晚2337的旺宏全市场一片热的时候 我当时还跟各位讲说 你在3块钱的时候不去买旺宏 60块却要去买旺宏 你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 旺宏一路这样跌下来 那时候叫你买一堆的 那时候叫你买一堆的 财经专家都去拿了 就阿翔老师一个人告诉你 57块旺宏赶快卖一卖 11月7号的时间 6月43的迅捷 连拉了3天的红给棒 而且那一天还涨停 6243的迅捷 那一天阿翔老师 节目上面告诉你说 12月7号的时间 为什么我这么印象深刻 因为那一天我讲完节目之后 我的会员朋友直接打电话来 老师那他的迅捷要不要卖了 迅捷不是我带他做的 是他自己买的 我跟他说赶快卖掉 因为我那天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所有好朋友讲说 11月份的无限中电 就是9月份的恶性光学 现在两个月多月过去了 是不是就是恶性光学 当初的恶性光学 所以筹码他本来就会领先 特别筹码的优势是在于什么 能够看出人家默默在偷偷卖的股票 不是每一档都能看出 但是绝大部分都能够看得出来 尤其是法人的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我说长长久久跟南方事情 你就持续继续有低就去买就好了 因为筹码的优势本来就会在这边 好 抱歉 所以阿翔老师还是整个再次的重生 筹码他是领先 有时候各位好朋友 你看那个线型有时候 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会忽然杀起来 他背后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些原因的 这些其实你自己去看 这是五十五七的宣得 为什么会忽然杀起来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当投资大户都默默的偷跑完之后 只剩下散户在场内的时候 你认为他股价会怎么样 有时候在偷出货的过程当中 他股价还会默默的创新高 但是出到最后已经出完了之后 剩下散户在场内之后 你觉得他股价会怎么样 我们再讲其他的例子来说 有时候这个是事先的提醒 那当然当下会记得的朋友说真的 真的并不多 但是这是阿翔老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本来有些东西 本来就应该要提醒好朋友 所以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趁着指数又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人竟然不想让他下来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指数维持强势 那你如果国票维持弱势呢 这样子是不是又没在赚钱 赚了指数却赔了个股的价差 这样子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要建议各位所有好朋友 你要趁着指数又来到接近 以外零九百点的时候 好好地去检视手上的持股 尤其是看筹码 不是看他的营收 不是看他目前的本益比 是看筹码 这个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点名了一档股票 叫5392的印华 很多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他有 3105的文贸 很多好朋友也有 还有一些个股是被动元件 也有很多来登记的好朋友 手上都有 那你可能听到这边 阿小老师 我们到底现在 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才能赚钱 南方资金长长久久 那8383的签股 我看的比较长 这档个股我看的比较长 今年是成长股 这是周K线 所以我打周K线给各位看 我看的是比较长 比较长 好了 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您需要阿小老师 帮你查你手上持股的筹码的朋友 你也认同筹码才是决定 短线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决定因子 甚至有时候它会影响到 中线跟长线的筹码 这个股价状况 你认同筹码分析是领先市场 你认同筹码分析 有时候的确它是领先股价在走 你也想要知道手上筹码持股的状况 这个手上持股的筹码状况的好朋友 请先加入阿翔老师的Lite 小老鼠小雪的T2330 这是一个免费义务回馈服务的兴趣 感谢所有好朋友持续锁定阿翔老师节目的朋友 我们所做的回馈服务 希望这样子的服务能够真正帮到我们的投资好朋友 祝各位休假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